由印度本田所推出的Honda CB350 经典复古的外形挂上CB的名号 以不到20万的售价 搭配全车LED灯具 滑动式离合 甚至是循机控制等丰富配备 对喜爱经典街车的消费者来说 相当的有吸引力 CB350外观走的是纯正复古街车风 延然是一辆缩小版的CB1100 从车头望去 复古的单元大灯与方向灯 并融合了LED等科技感元素 带来不一样的风味 仪表可说是CB350 融合现代化科技的表现之一 中央的单元表 依然是使用指针式的设计 但下方加入了已经数位显示区域 并新增了相当实用的档位显示功能 方正饱满的油箱 从CB车系诞生时 就一直维持这个样子不变 两旁有着质感一流的Honda字样 搭配下方的线条拉花 更显动感 CB350又长又宽的座垫 虽然少了些华丽的外观 却拥有更为实用的功能 排绵厚式缓冲感十足 不论是单人骑乘或双载出游 都有相当不错的舒适性 有别于运动街跑车 高窍短小的车尾线条 CB350保留了传统街车的方正车尾 车尾灯造型融合圆灯与方灯 外部用镀铬键 内部使用LED灯组 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后方向灯也同样使用圆灯造型 CB350保持了传统街车特色的钢管式车架设计 搭配双枪后避震 如同传统CB系列车款 只要松下一颗螺丝 即可将侧盖打开 不论是要维修或者保养等都非常方便 动力方面 CB350引擎的设计 以结构简单 耐用与并于维修为主 搭载348cc气冷单钢SOHC引擎 搭配五速变速箱 能输出21.1匹 每5500转的最大马力 与30牛顿米3000转的最大扭力 超长形成设计 使这具引擎在中低转速域的扭力非常充裕 更适合城市路况 此外 这具引擎还配置了两只可香米震动的反向平衡轴 造就了运转时 让人惊艳的低震动表现 并具备滑动式离合器 退挡时的顿挫 同样轻微 长时间骑程 也不会觉得疲累 更是同级剧中 少数配备了循机防滑系统的车款 排气管 以全电度的方式装饰 并有特别调校过声浪 有着浑厚饱满的悦耳音色 悬吊已制动的部分 前方搭载了41毫米正立式前叉 以及Nissing单向双活塞卡钳 搭配310毫米的固定式叠盘 后方则为传统街车常见的 意再可调双枪避震器 搭配Nissing单向单活塞卡钳 以及240毫米叠盘 前后居有ABS防锁死刹车系统 比较特别的是 CB350轮胎 跟一般17寸的主流配置 并不一样 使用前19 后18寸的配置 轮框 也并非经典街车常用的钢丝框 而是多爪式铝合金铸造轮圈 提到Honda的CB车系 绝对可被称为传奇的经典车款 在台湾同样拥有庞大的死忠支持者 甲育户晓的三洋野狼系列的原型 便是本田季岩当时 授权三洋本田生产的 Honda CB125摩托车系 不难想象 CB车系在台湾车迷心中的地位 对许多人来说 更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 印度市场对于车辆的要求 手中耐用与实用 因此 CB350使用气冷单缸 加上较为保守的输出设定 引擎着重载低转的扭力 在市区穿梭 相当的惬意 更难能可贵的是 单缸引擎令人诟病的震动问题 在CB350上处理得非常好 搭配滑动式离合器 与宽大舒适的坐垫 起起来的调性 只有舒服两个字可以形容 吹着浮面而来的徐徐微风 以悠闲步调 欣赏沿途风景 CB350推荐给奇帅不奇快 喜爱慢慢品味生活的骑士 目前CB350各种版本 各种配色 皆有实车在电 有兴趣的车友 欢迎来电赏车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分享并开启小铃铛